老杨到处说 我们即将在1月10号推出 我们新的酱香酒 敬请期待 老杨私房茶 老杨酱香酒 还有我们的推荐的三款葡萄酒 有兴趣的朋友稍稍而为马 欢迎选购 谢谢理解和支持 到了老杨说故事的环节 小林小说 我给他改了一下题目叫 不吃喝嫖赌的男人 基本上没有 但是会有这个例外 北方有个县叫瑞县 当然是个虚拟的地名 说的又是民国年间的事 现代社会已经没有这个手艺 这个手艺叫做门将 门将这个手艺呢 是北方是比较独特的 小说里有名有姓的门将 姓柳明武单字 又叫做柳武 不是某刀柳 是木某柳 门将柳武的上的门 盗贼小偷很头疼 为什么 两扇门中间的缝隙 小得伸不进锋利的刀子 这不是现在的防盗门 那时候的木板门 你小刀进不去 拨不动那个门栓 你就没有办法破门路道 所以这个人不得了 那么门缝叫什么 门缝叫门缝 缝隙大 还会被人家讥笑 你家族的门缝疏漏 所以呢 早些时候很讲究 这个大门的质量 门缝不能够有一丝半狗 我们说这个故事叫 瑞缬 瑞制 那个祥瑞的瑞 玉制边的瑞 瑞缬人 宁可等两季三季四季 也不会去随便找一个无名的木匠 做门 做门这个手艺也不得了 专等门将 刘武上门 以前瑞县只有木匠 而没有门匠 到民国三年 刘武来到了瑞县 本地人才知道 门匠上的门 跟一般的木匠 是很不一样 木匠做门四季之后 受冷热干潮 门不歪扭 便是不错的 常常是叽叽嘎嘎的作响 或者两个门挤得关不上 或者松的一纸多缝隙 扒门缝 就可以把家里过日子瞧个遍 偷窥 很满足 但是这个门匠刘武很讲究 门匠刘武上门之前 先热熟木 什么叫熟木呢 把木头选到了枯上 选到了这个木头 木板枯上 晴天晌午搬出去晒太阳 天黑 抱回屋里盖棉被 捂着 偶尔朝木头上浇水 风干天 搬出去吹风 晚上才搬进屋 用抹布沾油茶 再放炉边微微的烤 听到噼里啪啦的动静 赶紧又拿到窗边去吹风 再用绳子枯紧 你看多讲究 功虚无数 等到木头熟透了 这木头熟透了之后 是什么光景 木头熟透了之后 手一摸 就像人的皮肤一样细滑 带着体温 素酒寒天也不凉 这就是热门 暖家 这个门很讲究 刘武呢 就把守好的木头 用双锚双钉 讹上了大门 收赏钱 离去 一离去 有人进一瞧就大喊 瞧啊天哪 这是什么门将 门缝大的能钻进老鼠 人们上眼一瞧 果然上中下三条缝 也都三个指头宽 两扇门各一门柱 好像彼此没有联系 这叫什么叽叽歪歪的 这亮不过关吗 看热闹的人 死亡 觉得坐门找木匠就可以了 非得请门匠 弄出露门风 笑 但是主人家 熟悉这门道 他一点都不着急 笑眯眯的说 这叫巧门将 大木匠 处处留着富裕吉利 好了 日子一天一天的过下去 心上的大门 吹风淋雨 被尽大尽小的急性子 慢性子 各种各样的推来观去 哎 流流的缝隙 渐渐就吻合 直到严实合缝 无钉点砸生 密不透缝 你像一闪好的大门 就这么整明白 以死夫 门将刘武成了 瑞县的明觉 商官府 商妇 大宅小妇 都要请他去上门 赏钱不薄 可惜这个流 跟一般的人不一样 他平时很节俭 吃喝嫖赌抽 样样不沾 流出了熟目 就是丈量 门廊上门 闲时少 偶有闲 就去茶馆听书 要一叠瓜子 两块点心 一壶抵茶 最便宜的抵茶 流是聚精奋神 听说书 但是不喜欢七侠五义 单单喜欢拜王称相 称王拜相 他有这个字号 说书散了 流就楼到了换铺 要一碗大露面 一别树草 不喝酒 就喜欢喝几口老醋 看这瑞县呢 靠近山西 面吃了在天堂 那个香喷喷的五花露 掀不动 最后再吃了品香 从条凳上站起来 嘴角挂油花 回家 蹲在条凳上 有意思 这个很形象 旁人嘀咕 门将留无家事 无牵挂 上人挣钱 还不抽 吃喝嫖赌抽 这是等着攒钱 一家伙取三房 有人说 汉不嫖赌 又不置业 怕是想造反吧 门将不会不懂得 积淫谋反 这个说法 战够了金银 不吃喝玩乐吹祸 一定有造反之嫌 官府不放心 常派密探跟踪 我保什么保 看来门将被盯上了 积淫谋反 那是要抄家杀头的 但是这个门将 留无依旧忙着熟墓上门 赞钱藏而不花 身边的女人都不存一个 屋里屋外 冷锅冷炕 吹灯没有说话的人 别人有钱 娶一个女人还嫌少 还要纳欠 还要去花楼风流 留无就是不寻常 对一般的男人不一样 他不是天烟 得了钱 那般的老师 一定会闹出妖儿子 难怪他身边都有 义人 什么义人呢 便衣侦探 赏马暗线 堂口探哨 黑白两道都盯上在 渐渐的渐渐的 内线的人 就不太敢请刘武上门 忌讳他身边的那些 各种各样的闲杀人 担心 你在上门的时候 动起手 心门喷到血 不吉利 倒不如请个木匠 坐上叽叽嘎嘎 坐响的门 那就罢了 至少木匠得了钱 吃喝家用 让人放心 以似乎 刘武接的活 越来越少了 他将几家约好了大门 上完了 锁关了自己的房门 背着搭链 上了南山 等到他再回到内县 身披降袍 戴着王冠 内县能奔走 相告 干嘛去了 原来刘 去南山 封王 什么叫封王 给家户 上门 过万 封了 门贤王 瑞县能 这才闹明白了 刘挣钱 不吃不喝 不嫖不赌 原来是为了封王 光中药主 这门将有志气 筋骨硬朗 什么叫封王 南山封王 但是行内有这个行规 就是呢 凭郑教授 博士生导师的意思 南山封王 需要自己出一千块的云年打底 通天通地 祖宗地下可知 封王殿 各路掌门巨华三天 封民间五行八桌 只翘楚为各行的贤王 五行八桌 凭第一等的高手 九九八十一 礼仪场面 上下用度 借由封王汉政拿 老底之称 入王府享受半个夜 左期右借 丫鬟婆子费用 接触老底之处 赚了一个虚名 都得发很多的银子 好了 六回到了内县 整天的红光满面 笑咪咪的 旁人问 左期右线 美落天仙 门不降 你就没有稍微享受一下吗 享受一下秀舍 也是正常 你花了老笔之钱 六 蓝为情的时候 进了王府 喝了茶 就变致安歇了 左期是戏中的蛋绝 俺瞧过他唱戏 右期是唱小曲的 都穿过戏服 俺也穿戏服 内县人开始羡慕 或者是羡慕刘武的 他一个门将 封了贤王 虽然没有官府的官印 不是组织部的任命 没有人大政协的通过 但是毕竟是各路掌门齐聚 这个场面 可谓是通天通地 家族有光 不过话又说回来 花了门将这么多年的积攒 一千多块的刀杨 左期右期 连手都没摸一下 只喝了茶 相互私礼就安歇了 这一千多块钱 你就可盖起一座大宅宴 买地买牛马 带车就可得了土财主 可是个门将刘武 就这么花掉了全部的积攒 如今还是租住 租住小院 身边一个娘们都没有 门将没有积攒 就不可能谋反 以使身边那些密探了 上马了 暗线 飘飘地离开 门将又可以接活了 熟悟头 坐门上门 瑞县人又争着请 刘武上门 上新门 价钱和以往一样 公道 刘武也和以往一样 熟悟一丝不苟 上门过半个夜 岩石和缝 跟以往稍有不同 便是刘武脸上挂笑 心里美滋滋的 唐人猜测 一定是因为封了王 满足了门将 光宗耀族的心思 再无遗憾 门将刘武一心里的熟悟 不仅内县人请他上门 外县人也请门将 这些上门渐渐的又攒了钱 依然不舍得花钱 不推排酒 不喝烧酒 得闲听书 擦喝茶 吃碗大露面 还是不沾女人香 两年后 门将刘武忙活了 两个秋冬八成 又积攒了八九百个银人 好了 坊间又开始说 基因谋反 刘武的身边又出现了很多神秘的艺人 瑞县人又在不敢请刘武去上门了 担心那些密探士腰间藏着短枪打响 故事到这就结束了 民国年间的事 首先第一 小林原创小说本前所有切无魔法 为者必究 第二 这个小林很了得 他的比喻 涉及了民间的各行各业 很多失传的行业 都在他的小说得到活灵活现的展示 这是做个功课 而且很熟悉 北方的很多的民俗 第三 这就讲到了另外一个做人的道理 留三分贪财好色 以防以俗事格格不入 留七分一本正经 以图踏踏实实谋此生 这可能是生存之道的一点道理 你不能免俗 但是怎么去随俗 那也是学问 第四 其中有一段很有意思 日子一天天的过 心上的大门 吹风淋漓 被尽大尽小 急性子慢性子 各种人推来观去 推来观去 这个留上中下 留的三个指头宽的 缝隙就渐渐的稳得合 直到严师合缝 没有钉点的扎声 大家到故宫去 到山西的大户人家去 那个门就是严师合缝 那个上门大概是上策这个道理 这段话你细细想想 竟然有点人生哲学的意味 第五 这篇小说是意味深长 含蓄收敛 让人浮想年篇 第六 世事如江湖 江湖水深 做人太纯粹 还得遭猜忌 在职场上 官场上 洁身志好的人 何以不多 恐怕 也是另有道理 老杨可以说 老杨到处说 是 老杨的 老杨 在里头上 老杨 有了 是 当中 是